意大利首都罗马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导致至少三人死亡四人受伤 据意大利安沙通讯社报道 枪击发生在罗马东北部郊区一家咖啡馆 当地一栋公寓楼的一些居民当时正在那里开会 死者均为女性 四名伤者中至少一人伤势严重 另据《姓史报》报道 死者为四人 一名57岁男子被警方逮捕 一名目击者表示 这名男子与当地居民组织有过一系列纠纷 枪击发生后 救护车和警方赶往现场 警方已启动调查 暂时没有披露更多消息